五年前第一个冲出高考考场 在记者面前大放厥词 就着垃圾题目也想阻止我去打工的考生 一度受到陪考家长鄙视的目光 万万没想到 紧随而来既往工地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却惊呆了吃瓜群众 高考676分的回足少年 在上大学以前从没用过智能手机 为了凑齐学费 他在工地上来回穿梭 每天都要背起一万两千斤的钢筋 却没有一句怨言 单小龙出生于宁夏西极县兴龙镇马嘴村 他们家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户 五十多岁的父亲善桂德 因患有腰椎肩盘突出无法干重活 而母亲的眼睛又不太好 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全靠帮别人收青菜和国家的补助维持 善小龙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上面还有哥哥和姐姐 为了缓解父母的压力 大哥善小冬早早辍学打工赚钱 而姐姐善小霞早在几年前 就考进了银川医科大学 如此贫困的家庭 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 让父亲善桂德倍感压力又暗自窃喜 幸好女儿上大学时申请了助学贷款 如今善小龙更加争气地考进了清华大学 善桂德夫妻俩知道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他们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 有这样一个朴实明智的父母 他们的子女自然也不会查 所以每到寒暑假 善小龙和哥哥姐姐都会主动帮父母分担家务 耕地除草收粮食产牛粪样样都会 因为自己没读过书 父亲善桂德觉得读书人身上有股特殊的气 所以他十分羡慕有学识的人 而善小龙和姐姐也十分争气 自打上学起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从小就是别人父母眼中的孩子 由于村里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程 善桂德十分忧虑 他从老师口中知道 想要考进好大学学习英语很重要 于是他便把目光投向了龙德县 开设有英语课程的杨河小学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善桂德每天开着摩托车 往返十多公里接送善小龙上下学 既然孩子能学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在骑坏了摩托车后 善桂德又开始了自行车的接送路 对于家人的付出 善小龙深知只有努力学习 才是家人最想看到的回报 2015年善小龙在中考毕业那年 考出了690分的好成绩 被当地最好的中学银川一中录取 但比家乡学校高几倍的学费 让善小龙望而却步 关键时刻龙德县教育局和母校 为他提供了1000元奖学金 使他顺利进入学校继续学业 银川距离善小龙的家里有400多公里 每次从家里出发到学校 都会花上7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上高中后 善小龙除了寒暑假外很少回家 为了方便和儿子联系 父亲将自己用了三年的老式按键手机给了儿子 而此时智能手机已经普及多年 无论老人还是学生 人手一步已经不足为奇 但善小龙没有嫌弃 因为手机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与家人联系 一个就是设定闹钟 很难想象一个标准的00后 会甘愿使用一部早已过时的按键机 然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善小龙心疼大哥 也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为了他和姐姐上学付出的艰辛 上高中后把清华大学当做目标的善小龙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 第一个走进教室 晚上又是等到教室熄灯 才最后一个走出教室 回到宿舍还要挑灯熬夜 不浪费任何学习的时间 善小龙的高中生涯 没有给家里带来多大的负担 但之后姐姐的考学 就体现出这个家庭的捉惊建筑 让优秀的姐姐善小霞考入了银川医科大学 一学就要好几年 有喜有忧的一家人 也开始为善小霞的学费而发愁 就在这时善小龙十分懂事的大哥站了出来 作为家里的长子 他主动做起了弟弟妹妹前进的基石 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来到建筑工地成为一名下利器的架子工 一个月三四千的辛苦钱 终于让家里人松了一口气 村里人得知善家的情况后 便主动帮助善小霞向上申请了助学贷款 2018年善小龙走进了考场 经过了两天的高考后 当最后一门英语考试就要结束的时候 善小龙第一个走出了考场 并留下了那句霸气而令人吃惊的话 但善小龙说到做到 高考一结束便来到哥哥的工地上搬砖 甚至录取通知书都是直接送到了他打工的工地 工地上不包吃 深知挣钱不易的善小龙 每次只愿意吃素包子 就算肉包子只贵三毛钱 因为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来 他是真的想要继续上学 为了学费为了让家人少些负担去扛的钢筋 拿到工资后善小龙没有乱花 而是第一时间给父亲买了不新手机 换下了已经无法使用的老年机 为了筹够一万四千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父亲善桂德不得不问身边的亲戚借钱 结果还是不够 于是再次申请了助学贷款 靠着助学贷款的八千元 自己打工剩下的三千多元 亲戚借的三千元 善小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如今五年时间过去了 善小龙已经从清华毕业 并且入伍海军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 用自己的力量保家为国 有人说当今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 因为寒门学子都输在了七跑线上 可善小龙就是寒门走出的优秀学生 他深知人的先天条件和家庭背景有所不同 从而是每个人的起点也不同 也许他拼搏一生所达到的高度 是别人一出生就拥有的 但这又怎样 就像善小龙说的 努力的人生是苦一阵子 不努力的人生是苦一辈子 马上就要高考了 在这里祝愿所有高三学子金榜提名 谢谢大家